好 那麼就法規的合制性來說 當然第一個我們標示的原則是 對國內或國外的產品都一律適用 所以它沒有歧視性的原則 但是它可能會有一個疑問 就是關於必要性的這個原則 就是說基本上我們要 首先要有個認知就是說 會允許進入到國內的基改使命 我們基本上 不管我們在科學家認為是不是安全 科學家可能對這個事情沒有共識 但是至少在法律上 它目前被認為是安全無欲的 好 至少在法律上 法律的結果它認為是無欲的 那麼既然它沒有安全無欲 那為什麼我們還需要對它做不一樣的標示 為什麼我們要讓 相同都在和容許子裡面的東西 為什麼要區分非基改跟基改 好 那麼關於這個部分 我們其實能夠談的是說 其實這個部分很關鍵的非常在於說 知的權利這件事情 在我國的法規並不是非常的明顯 但是其實我們看立法院 它為什麼要去通過這個決議的時候 它其實講的東西並不是風險管理 它主要的理由並不是風險管理 它談的是什麼 是消費者知的權利 好 這是兩個不同的概念 因為我們之前呢 我們這幾年在史安修法裡面 非常強調的一個重點是 風險的管理 風險的溝通 風險的評估 但是消費者知的權利 消費者保護法的這個概念 還沒有很強烈地放在我們的法律裡面 但是其實呢 我們我整體來看呢 我們要去主張說 基改應該要標示 真正的理由 應該是從知的權利去角度來看 好 那麼就這部分呢 其實在歐盟的這個 歐盟的條約裡面 它其實已經提到說 消費者其實有一個憲法級的一個權利 那麼它其實叫做 消費者有一個資訊的一個權利 事實上我們可以剛剛看到 前面的一個slide 就是說為什麼基改食品 就是說前面一張slide 提到說呢 非基改原料它通常會比基改原料高 這是表示什麼 表示消費者願意 好 消費者願意呢 對非基改食品支付比較高的價格 好 那所以呢 其實這是一個 從消費者的角度來講 這提供它是 增加它一個選擇的這個權利 所以我會認為說呢 我們目前關於這個3% 非故意參雜率的規定 比較像是一種食品身份證明 就好像說呢 這個米粉 這個新竹米粉 那麼你要在產品上標明 你叫新竹米粉的時候 那麼你一定要這個含米量 達到某一個比例 那如果你含米量少於50% 你可能只能叫吹粉 所以這個是一個目的 就是它是一個身份證明的一個概念 它不是一個風險的概念 就是說 含米量都是一樣的 但是它是要增進消費者的選擇權 好 那麼 第二個是說呢 故意跟非故意的差別待遇 因為在新的法規裡面說 如果是故意加入基改原料的話 無論含量比例 一律需要標示為基改 或者是含基改 基金改造 所以就消費者的選擇來說 這樣的差別是不是有必要 好 是不是有必要 是不是說呢 假設我今天是故意加入了 但是呢 不到3% 那我可不可以呢 也一樣呢 標示為這個非基改原料 好 所以這個從貿易的角度來說 可能會有這樣的問題 那麼第三個是說呢 它從生產結果 轉為生產過程的這個標示方式 就是說呢 在高層次的加工品呢 它雖然最終產品 已經不含轉折基因的 仍然需要標示 本行有含過這個東西 那麼這裡可能的爭議點是說呢 高層次的加工品 它我們在 計算不太容易檢驗 比較不容易檢驗 這個製造流程 是不是有基改的來源 所以就國際貿易的法規來說 如果你對這件事情 沒有辦法查證 沒有辦法查證的話 那麼是不是有這個必要 有這個必要性 這個必要性 我們講的必要性的問題 那所以這個是會遲到 後面我們有需要建立一個 追蹤追溯系統的必要性 因為有這個東西呢 我們才能夠去強化 這個高層次加工品 我們要求它標示的這個合理性 那麼接下來我們看了 這個基改的查驗登記 那麼主要是有兩個相關的法規 一個是史安法二十一條 第二項第七項 提到說呢 上市或者是輸入前呢 它必須要經過一個審查的階段 那這個基改是基於源頭管理的概念 它源頭管理的概念 它所以它主要是針對呢 這個基改實體的原料 基改實體原料 那所以 凡是原料呢 經過查證登記 你認為說呢 它在安全上 沒有疑慮的話呢 那麼這時候呢 它的加工品呢 就不需要再次的查驗 那凡是沒有經過查驗許可的基改實體 不得出現在任何的成品當中 好 那麼